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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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一节目开始单干 不久之后 小虎队就成功签约了飞碟 还推出了自己的专辑 人气越发火爆 而另一边的小猫队则是每况愈下 渐渐无人问津 最后徐若轩三人也只好解散组合 各自寻找下家 好在徐若轩之前积攒了不少人气 再加上他本身条件优秀 所以也成功签约了飞碟 跟小虎队成为了同事 而在共事期间 他也跟吴奇隆擦出了爱的火花 有一天徐若轩到吴奇隆家做客 在喝了一杯冰水之后 蛀牙疼了起来 为了让徐若轩嘴里的冰快速融化 吴奇隆送上了一个火辣的吻 冰化了 两人的心也化了 随后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然而当时的小虎队是优质偶像 为了维护形象 公司是严禁成员谈恋爱的 在恋情被发现后 吴奇隆考虑到自己的前途 果断跟徐若轩提出了分手 还表示我妈妈觉得咱们不合适 就这样徐若轩的初恋宣告终结 当时的徐若轩心灰意冷 再加上经济压力过大 便答应了某些导演的邀约 开始拍起了大尺度电影 彼时20岁的徐若轩出落的婷婷欲力 长相既清纯又诱惑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冷淡与欲望夹杂在一起 于是她顶着这样一张清纯的脸拍摄了《桃色天使》 凭借这部作品 徐若轩成为宅男们的《桃色天使》 获得了很多导演的关注 之后她又受邀出演了赤裸天使《魔鬼天使》 完成了《天使》三部曲 可以说是一拖成名 不久之后 徐若轩又拍摄了写真集《天使星》 此时色情演员的标签 已经牢牢的贴在了徐若轩的身上 她一边痛苦 一边又喜欢这样的爆红 非常纠结 1995年 徐若轩为了摆脱这些标签 只好前往日本发展 幸运的是 徐若轩在日本成功摘掉了这些标签 但不幸的是 她在日本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 1998年 徐若轩在《红白歌曲大赛》中 认识了日本艺人守山圆幽 没多久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两人的感情发展迅速 很快就见过了双方的家长 本来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发展 但是某一天 徐若轩竟然在男友家中 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 对方貌似还刚刚洗完澡 看到这一幕 徐若轩心里怒火中烧 随即摔门而出 两人的感情也宣告终结 经历过这件事之后 徐若轩心灰意冷地回到台湾 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短短两年之内 她就推出了数张专辑 拍了几部影视作品 还曾为周杰伦的歌填过词 正因如此 她才跟周杰伦传出了绯闻 其实早在周杰伦没出道时 两人就认识了 据说两人是因为打篮球结实 相识之后 两人经常在一起聊音乐 在沟通之中 徐若轩发现了周杰伦的才华 还断言她一定会火 果不其然 周杰伦出道之后就迅速走红 并且一直火了20年 当年周杰伦刚出道时 曾一度有周杰伦暗恋徐若轩的消息 两人不仅一同创作了歌曲 还在演唱会上深情合唱 被外界视为一对金童玉女 不过两人的这段绯闻并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徐若轩很快就迎来了一位正牌男友吴建豪 两人在金曲奖晚会上一见钟情 随后便走到了一起 虽然吴建豪比徐若轩小四岁 但两人却一点都不在乎 时不时就会一起现身 在当时很轰动 两人仅仅交往了几个月 就互相见了家长 看起来进度飞速 然而因为相识的时间太短 彼此压根不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渐升 不久后 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跟吴建豪分手后不久 徐若轩又马上陷入了另一段绯闻 徐若轩在日本发展时 又和一位名叫Gat的艺人传出绯闻 徐若轩本人没有承认过 但日媒却拍到过他们约会的照片 最终却不了了之 此后几年徐若轩一直处于空窗期 直到2006年 又被曝出和歌手曹格在KTV一起亲密互动 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然而两人对这段绯闻却失口否认 徐若轩表示不会再跟圈内人谈恋爱 而曹格则回应道 确实是我邀请徐若轩出去玩的 但我和他仅仅是朋友关系 两人坚定的态度也让众多媒体自讨没趣 每过多久这段绯闻也就被淡忘了 2008年冯德伦和穆文卫结束了9年的恋情 而徐若轩却时不时和冯德伦约会 两人的绯闻也不进而走 其实两人的暧昧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当时冯德伦正在跟周信合拍《女人不坏》 于是徐若轩经常打着探班周信的旗号 跑到剧组里跟冯德伦打情骂俏 徐若轩到香港拍广告时 两人还在街头亲密同行 之后两人一同回到了冯德伦的家中 直到第二天才牵手走出公寓 然而即便证据都摆在了眼前 两人依旧对这段恋情失口否认 直到分手时 两人还坚持声称只是好朋友 跟冯德伦分手后 徐若轩又陷入了跟贺希靖的恋情 2010年年底 徐若轩被拍到与贺希靖玩手购物 贺希靖是广风集团的第三代继承人 身价超过50亿新台币 绝对是女星垂涎的富豪 据悉贺希靖跟徐若轩早在几年前便已相识 她一直对徐若轩的美貌赞赏有加 于是在2010年创办杂志时 贺希靖便邀请徐若轩担任封面女星 两人的关系也借此更进一步 恋爱期间贺希靖对徐若轩非常宠爱 经常在媒体面前维护她 这段恋情也一度被外界看好 然而贺希靖的家人却并不认可徐若轩 毕竟她曾拍过那样的电影和写真 最终在2011年8月 两人宣布分手 跟贺希靖分手后不久 徐若轩又因为工作原因陷入了跟吴克群的绯闻 2022年年初 徐若轩曾帮吴克群的新歌填词 还出演了歌曲的MV 两人在MV中贴身热舞 徐若轩还大胆地秀出了自己的好身材 甚至还上演了一段床上戏 在徐若轩被网友攻击时 吴克群还出面力挺徐若轩 表示网络上的老鼠屎别只会欺负女生 种种迹象表明 吴克群对徐若轩确实一往情深 可是吴克群当时有一位准女友 也就是赌王的千金和超莲 在她的干预下 吴克群和徐若轩的关系也渐渐变淡 最后分道扬镳了 徐若轩的第十位男友 也就是她目前的丈夫李云峰 李云峰是新加坡的富豪 现任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集团主席 在认识徐若轩之前 李云峰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还带着两个女儿 不过徐若轩对此却并不介意 还称赞李云峰孝顺 有责任心 2014年 两人在恋爱七个月后 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徐若轩生下了一个儿子 凑成了一家三口 原本以为会过上相夫教子的幸福生活 没想到婚后不久 就传出老公背负14亿负债的新闻 如今的徐若轩不得不再次付出 原本好不容易接到了一些 代言和综艺节目的活动 可是没想到 王力宏跟李静蕾离婚的事情 竟然又把她牵扯了进来 据李静蕾透露 王力宏有一位已婚女友 两人不仅时常暧昧聊天 她还曾不惜违反规定 只为跟她跑去约会 根据李静蕾的说辞 网友们顺藤摸瓜 发现就在今年9月份 王力宏曾在疫情期间违规出国 参加了徐若轩等人的聚会 在王力宏的就有圈中 李静蕾离跟小S、范伟奇等人都有互关 偏偏没有关注徐若轩 在李静蕾发文曝光后 台媒也很快赶来凑热闹 表示早就有徐若轩的邻居爆料 王力宏经常出入徐若轩的住所 种种迹象都指明 王力宏跟徐若轩的关系不一般 当然这件事王力宏本人还没有回应 而且徐若轩也公开否认了这个说法 虽说网友们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 但暂时还无法断定 徐若轩就是李静蕾口中的那个已婚女人 不过直到徐若轩自证清白之前 她的日子过得都不会太安稳了 希望现在拥有幸福生活的徐若轩 能珍惜现在的生活 不要婚后乱完 以免伤了丈夫和孩子的心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